大家好 我是阿彭 今天晚上煮个菜 煮个鸭子 焖煮水 这个是沙河的麻鸭 看还蛮老的 这个有一年多了 看这个肉 还是蛮红的 蛮嫩的 这个有五斤多 一般养了一年多了 都是有五斤 六斤 六斤 六斤半这样子 好大一个了 现在开启多这个香麻鸭 这个刀还是很好用的 把这个头 先剁下来 不要砍那么大 砍小一点 用一斤味一点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开起炒菜 放两个土八角 放一点筍花生油 要爆炒一下 我炒不香的 给火大一点 火那么小 火锅 分点香 放一点筍花生油 倒一点筍花生油 放一点筍花生油 楼上去 放一点筍花生油 放点筍花生油 放点盐 这个五斤多就很大了 中间有一锅了 先给它爆香一点 再切一点这个太嫩的竹鲜 切一点的竹鲜 很像面压着 过去 切点盐 就切成小火 365分钟 继续 先切成小火 把鸡头放入的时候 把鸡头放入入一层 然后把鸡头放入干净 放嘎水下去一起焖 放点真葱 这样有一点 有一点颜色 这样就黄一点好看一点 怎么做 好香一点 擦火车 再放一点虾犬水来焖 姑爷这个鸭子太老了 不放一点水焖的话 放一点输楼 盖上锅盖 给它焖久一点